好 但是最近大家漲價很有感 為了抗漲 經濟部找來了各大賣場通路 希望可以推出像是這樣的平價專區 讓大家可以安心購買 但是還是有很多人說 菜價肉實在是太貴了 熱騰騰的羊肉 如香濃湯頭 飄香四溢 看起來超可口 天氣冷 很多人就愛吃火鍋 夜行期間不想到外面吃鍋 火鍋業者腦筋動得快 推出各種料理包 溫暖你的胃 不過湯裡的配菜也很重要 但民眾下不了手 全因為物價太高 想加一點肉 想加一點菜煮火鍋 為了對抗物價上漲 經濟部協調各通路 推出平價專區 像是家樂福 不光有特價專區 還有會員專區 未來會更明確標示 把泡麵 白米 餅乾 罐頭等等 特價商品通通集中在一區 果然立刻吸引民眾目光 有民眾不會受到評價誘惑 冷靜購物 但各個通路 為了祭出抗漲最優惠 推出各種好康 全聯推出超級週年慶 有三百項商品買一送一 週三和週末有會員日 另外愛買則是在入口處 有檔期特價品 禮拜二會有品牌自由日 至於大潤發 還在規劃中 這波物價高漲 讓全民很有感 究竟抗漲能持續多久 有沒有效果 恐怕還是未知數 華日新聞 臺北報導